一个是衣着光鲜出入高档酒店的公司老总 一个是善于攀爬入室盗窃的蜘蛛人 白天黑夜 他为何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 一个热心慈善福威济困 一个疯狂作案 生活奢靡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慈善老总的双面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年1月9号 广东省赵庆市到处喜气洋洋 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庆气氛中 这天傍晚 家住赵庆端州某小区的李先生 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自家 刚一进门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看在书房里面有一个保险柜 保险柜是被撬开了 李先生发现自家的保险柜柜门敞开 里面的贵重物品全部被盗 丢失一些贵重一点的 小一点的物品 例如金饰 手提电脑 手机 还有一些高档的照相机 书房内一片狼藉 地上散落着部分贵重物品的包装盒 还有电钻榜头等工具 赵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的侦察员随后赶到现场 初步统计 李先生家中被盗财务价值人民币20多万元 在此之前 李先生一直住在国外 家中无人 犯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进入屋内实施盗窃的 然而奇怪的是 在案发现场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门窗有被破坏的痕迹 以前若是盗窃 他有一种就是 呃 撬锁 就是撬锁 就是撬门 撬门 撬门撬锁 那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 比较暴力的那种 他没有实施一些暴力性的破门 也没有采取一些技术上的破门 就是没有用什么工具来打开 宿主的家里面的门 没有撬门别锁 犯罪嫌疑人是怎样进入室内的 经过勘察 侦察员在阳台的栏杆上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脚印和手套抓痕 阳台有手抓的痕迹 然后还有脚印踩过的痕迹 我这样可看出 这个人绝一定是从阳台里面 攀爬进来的 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去现场看查的时候 也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是主理先生家位于一幢高楼的16层 距离地面将近50米 这样的高度 犯罪嫌疑人是怎样爬上来的 并且实施盗窃都是在深夜 如此一来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6层的高楼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徒手攀爬上来的 并且是在深夜 这可能吗 有这种本事的人 大家知道也只有电影里面的蜘蛛侠了 可那毕竟是电影啊 现实生活中 这会有这样的高手吗 就在侦察员加紧调查的同时 三个月后 端州警方又接到多起报警 城区内很多高层小区的住户家中 陆续发生了入室盗窃案 犯罪嫌疑人 都是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 通过攀爬进入室内 盗窃财物的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市主在家里面 他不是没有人把财物偷走 我们觉得真的 这个嫌疑人是不简单 打着大胆大 一种惯犯的心态 短短几个月内 端州警方接到报案超过30起 有时一晚竟有6户居民家中被盗 涉案金额高达50多万元 这个是比较恶劣 因为它是连续性的 它的犯案的密度又很大 应该是属于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 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 他是怎样进入小区的 又是从哪里爬上楼的呢 让侦察员感到困惑的是 在事发小区的监控录像中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又翻查了小区里面 一些电梯的监控 一些楼道的监控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一直 我们都没有发现 有可疑的人员 犯罪嫌疑人真的是来无影 去无踪吗 经过几个月的海量搜寻 侦察员终于在案发小区的附近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我们就觉得很可疑 那为什么就唯独这一辆小汽车 每一次发案的前路 都会出现在一些发案的区域里面 然后我们就去调取了 这台车实际使用人的个人信息资料 最后就发现 这个车的使用人就是羽毛 经查这辆白色轿车属于一个汽车租领公司 租用他的人叫羽毛 今年27岁是赵庆本地人 他会是侦察员一直苦苦寻找的蜘蛛人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 侦察员发现 似乎很难把羽毛和蜘蛛人联系起来 跟一个犯罪嫌疑人 入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根本是扯不上了 这么一个人只能是怀疑不敢确定 不能确定吗 羽毛看起来确实不简单 他身穿高档服装举纸文雅 长期包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高级客房内 每天出入咖啡厅 健身房 过着光鲜体面的生活 那个房间的包房 那个是相当豪华的 落地包房 整个浴室也是落地的 像个老板一样的 给人一种文雅 或者说是短小精干的那种感觉 都叫他鱼种鱼种 我想鱼种 叫鱼种应该是做成绩的人 据了解 羽毛出手大方 经常在一些高档酒店消费宴请 他朋友众多 人脉很广 就是有一定地位的 做成绩的一些老板 或者他认识一些领导 就这样子 此外 羽毛还是一个热心公益 富有爱心的人 据说逢年过节 他都会带上礼物 去敬老院 社会福利院等地 看望那里的老人和孩子 还会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为公益捐款 都觉得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而且心地比较好 像一个好像很有慈善心的那种老板一样子 所以给人感觉还是挺好 但是我们就觉得 会不会我们侦察方向错呢 会不会嫌人不是他 不是羽毛 尽管心存疑虑 但是侦察员却没有放弃 他们相信 是狐狸 早晚会露出尾巴来的 在耐心地追踪了几个月之后 侦察员终于等来了 让他们大开眼界的一刻 2014年8月的一个深夜 侦察员尾随于某驾驶的车辆 来到了端州区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在车内停留了10分钟后 于某走下车 让侦察员感到惊奇的是 于某换下了平日穿着的高档西装 取而代之的居然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真真真真就是好像电影里面的那些 那些真的是好像小偷一样 就除了没有蒙脸 这个发现让侦察员非常兴奋 看来于某已经撕下了自己的画皮 准备变身了 侦察员发现 于某并没有携带任何工具 他要如何爬上高楼 入室行窃的 这样行不行的 他要到几楼去盗窃啊 这是给我们当时 就是说民警的一个心里面的思考 其实当时也想看看 看看超连是怎么表演的 几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于某戴上手套 沿着一幢高层居民楼的煤气管道 开始向上攀爬 他的的确确是徒手 就靠他两个很有力的肩膀 去把他整个人带动到一层楼一层楼的上去 攀爬过程中于某不借助工具 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他伸手敏捷 动作迅速 很快就爬上了这幢大楼的18层 这惊险的一幕让在场的侦察员吃惊不已 我们感觉是遇到了一个真正是飞天大道 不可思议的胆大 如果万一失手掉起来怎么办呢 我们除了感叹真的没有什么 于某上下攀爬 在不同的楼层实施盗窃 如果不是配备了夜市器材 一身黑衣的于某很难被人发现 还有一些市主家里没人的 外出的 他还会在里面喝点东西 可能要补充一下他的体力 两个多小时后 于某从煤气管道返回地面 身上多了个小包 他主要是拿现金 还有手饰 还有手机 这些比较名贵 而且重量比较轻的物品 大件的物品他基本不拿 他不走电梯的 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 第一时间去看那个 小区里面那个 那个电梯里面监控 是完全找不到他的身影 此时已经是能五六点钟 天色渐亮 侦察员决定 马上对于某实施抓捕 在于某驾驶的小轿车内 侦察员搜出了于某刚刚道德的 现金手势手提电脑等财物 于某作案时所穿的夜行衣就藏在小轿车的后备箱里 上面浸满了于某的汗水 而很多被盗事主还不知道家中所发生的一切 然后一家一库的问 然后他们很多市民都是还在睡梦中 原来才发现了刚刚被又是盗窃 看着身材不高 瘦瘦小小的于某 侦察员是充满了疑问 这副肺炎走壁的好身手是从哪学来的呢 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 于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审讯刚开始 于某就向侦察员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请求 他就对我们总指挥说 警察大哥 我给十万块钱 你能不能现在放我走啊 刚刚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获 于某就和警察做起了交易 他的生意经让爸民警感到不可思议 他感觉就是有钱就能控制很多东西一样 心里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扭曲了的人 于某今年27岁 出生在赵庆市郊的一个普通农家 由于家庭贫困 于某很早就辍学 跟着做建筑工人的父亲进城打工 在这里于某见识了很多有钱人的生活 他内心的平衡 渐渐被欲望打破 人家那个有房 又有吃的好 又住的好 还有漂亮的女朋友 以前跟着自己 看到人家老板那些出手或挫 自己就那么几百块的人工 他心里有点不平衡 年纪轻轻的于某曾对自己说过 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赚大钱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审讯的时候 他都说要出人头地 还是认为有钱 就是一切 认识的人不一样 然后心里面年轻气盛 就想了太多了 为此于某曾因入室盗窃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后来于某在街边开了一个档口 专门回收二手手机 由于无心经营 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渴望金钱的于某 再次动起了入室盗窃的歪脑筋 他还给自己定下了指标 每晚盗窃一万元以上 才能收手 然后他觉得还是这个 盗窃那个钱财来得坏 所以他就挺快走险 挑上了这个道路 由于自小在建筑工地长大 于某练就了一身攀爬的本领 而他很快也发现 自己有这方面的天分 在酒店于某每天都会花费 大量时间苦练攀岩 他那个攀爬剂呢 我们从酒店的员工了解到 没有人不拍手成快的 可以 真的很快 那么一个伸手矫健的蜘蛛人 又是怎么摇身一变 变成鱼总的呢 原来多次盗窃得手后 于某就过上了奢侈豪华的生活 很快就入不敷出 于某意识到 做蜘蛛人盗窃并不是长久之际 还是做生意才能赚大钱 做生意就要拉关系靠人脉 于是他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热心工艺的成功人士 为的就是广交朋友培养人脉 他到时候他可以开 什么那个小公司 然后又通过这些人脉 然后就将那个公司越做越大 至此于某开始了他的双面人生 白天他是衣冠楚楚的公司老总 朋友众多 应酬不断 夜晚他孤身一人飞檐走壁 成为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对于自己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于某供认不讳 目前由于涉嫌多起入室盗窃案 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每个人做会是都会被做的 也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不想去 自己的家园 甚至说就算个人自由 谁也都不想去是不是 有时候你做 一单两单三单四单 你不被公安机关发现 但是你做得多 你自己受不了手 你迟早回去那每天的 其实无论是白天风光成功的余总 还是夜晚飞檐走壁的大道 这两个看似不能统一的形象 相当统一 那就是内心充满了对金钱和享乐的欲望 一个人一旦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他所有的本事只会加速他的失败与陨落 而本事如果用在正道上 可能会创造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当于某在深夜里游走在各个高档小区 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 为盗取钱财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绝对想不到 他大好的青春年华 他的人生即将被牢牢的粘在法网之上 我是徐军 明天见